阿乐陈百祥老婆原来是最美的TVB花旦,当年没婚礼没婚戒就嫁给他,恩爱了足足35年,尽照没得发亮。 乐,我只乐,相信大家一听到这首歌,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乐歌陈百祥的样子。 周星驰的电影要是没有一些演技太比如吴梦达、陈百祥的点缀,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的笑点了吧。 今天要说的主角是陈百祥,一代香港笑星,和周星驰搭档拍出了不少快智人口的喜剧,给了不少人带去欢声笑语。 陈百祥演喜剧确实非常的有天赋,可以说甚至超过了星爷,陈百祥给人第一眼的感觉,就是逗笔,高笑,这种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喜剧感。 记得小时候只要有他的电影都可以看得全家乐翻天,至今回忆起来满是笑点。 倒在《摩登天师》中,陈百祥就把幽默的天赋严密的淋漓尽致,让人叹为观止。 后来出演了王晶导演的电影《青蛙王子》,这部片子成为了1984年时代卖作华语片之一,也是这个作品让陈百祥开始走红。 他和周星鲜之一,他和周星鲜合作了多部作品,最具代表作的应该就是陆顶记、武庄元苏启尔等作品,虽然演技很棒,但一直被周星鲜给压制住,没能出人头地。 陈百祥不禁演技棒,唱歌也不错。 因此有幸进入无限,陈百祥和谭永林张国荣就成为同事,当时张国荣和谭永林水火不容,为了帮自己的兄弟谭永林,陈百祥处处与张国荣作对。 名著暗著打压他。 而张国荣已得抱怨的是,为了缓解两方关系,把自己养的锦铃送给陈百祥,却换不来陈百祥一句对不起。 对此陈百祥至今都愧疚难安。 陈百祥虽然在影视剧中经常出演好色之徒,但在生活中与妻子黄姓秀恩爱38年,不离不弃,而黄姓秀是80年代TVB最知名的女星之一。 79年与黄元申主演绝代双胶令人一炮而红,之后代表作《软灵域》红遍两岸三地,古装形象深的人心,黄姓秀被认为是公认的古典美人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当红美人,却愿意和陈百祥过颠沛流离的人生。 当年嫁给陈百祥可以说是很低调,没有婚礼,没有婚纱,没有婚戒,就这么落婚了。 在婚后陈百祥经历富豪生涯,也经历破产,曾经被骗4000万港币,可以说不论是高峰还是低谷毫无怨言,黄姓秀都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他,照顾家人和朋友,毫无怨言。 如今两人结婚已过去了35年了,两人的感情恩爱如故。 据香港媒体报道,陈百祥与黄姓秀前晚陷身于长沙湾某火锅店,与70位朋友齐齐庆祝二人的结婚35周年。 从夫妻俩近朝可以看出,67岁陈百祥已老太近线,而62岁黄姓秀仍然那么美,甚至比赵雅芝还年轻的既视感,堪称不老女神。 也难怪陈百祥这么多年都将妻子奉为天仙。 在结婚35周年纪念日上,陈百祥又向太太发表爱的宣言,我一生人的幸福,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嫁给我,她不是人,她是天仙下凡。 遗憾的是养人结婚35年未生下孩子,活活浪费俩人这么好的基因了,至于无后原因也是个不解之谜。 你喜欢陈百祥吗?